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反正这段时间篮板球可有点问题 他现在一个大个儿下去了 阿希克下去了 让这个白奥尔德里奇打争锋 然后呢换了德尔瑞诺上了 表现比较好的是帕特森 因为他对开拓者队的黑奥尔德里奇的控制比较好 所以应该是还在场上让他接着留着 在开拓者这边呢 他把表现依然没有醒过来的巴图姆给换下了 巴图姆其实我们今年对他一直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尤其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几乎成了法国的法国队 帕克之外又一个领袖 将来帕克要退役了 你说这个队靠谁当精神领袖是吧 好像巴图姆把所有的能量和火力都用在第一场打呼人 那场比赛 那场打得太好 非常好 咱之后有点就是这个兴奋度 包括专注度来下去 好球 主要是等拆 这边是尔德里奇 他这个特点上一场也有一个球 就是他无球 但是他跟进抢这个前场篮板球 或者跟你玩的空中接力能力很强 身体素质还是比较突突的 这个克尔尔德里奇 这两个人呢 这个尾音是有区别 咱们中文翻过来一样啊 这个他做者的叫尔德里奇 这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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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 而这个白人球员的叫尔德里奇是CH 其实这个英文上 发音还是有点区别 不是同一个像 你看他的身体素质相当不错 关键友好的这个后卫 对啊 在基地修船呢 而且哈登对他熟啊 俩人是在一起打球 时间也算不短 哈登还换上了一个老文 这个内线的 这是以前火箭队玩过的 在这个纽约啊 火箭啊都打过 属于在防守上比较勤勤恳 那个进攻呢也不贪攻 在整个球队当中啊 就他的岁数是最大 到30岁 其他都是27岁以下 这边是已经进入到 轮转制容阶段 哈登也下去 托迪到格拉斯上 然后帕森斯再上 这次麦海尔他 获得那个常规 应该挡住 终于帕森斯 这个球没被冒掉 第一个这种球就被冒了 帕森斯是一般打到 第一次电视暂停 这6分钟的时候他下去 对 歇到3分钟 哈登上来 他下来他再上 他是这么一个上一分 看到了 现在进攻呢 因为主要的攻击点都不在场上 他也有点声色 这也是一个年轻的队 就是今年送的比较大手势 有现在的队容 必须巴图姆要冲 当核心的队 这球队是没有经验 他想玩什么呢 想抛头 还是想冲冲接力团球 还是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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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前两场打得不多 今天在客场这场打火箭 他第一个下 对 这替补是第一个下 重用的 这白奥的外皮 打量浪得 两个白人 都不快 就比谁有劲了 上线是双眼户 这个巴顿是典型的 这种美国的外线的黑人球 玩球 玩得很溜 但是呢 有时候往往这个传球 让你意想不到 转到哪儿 转不过去了 那就把球给扔回来了 这些方方的替补在进攻效率上 都不是很高 主打的王牌都不在 最后一攻 要注意利达德 利达德 从前两场球来看 他的压哨球的能力非常强 都放街 现在火箭在场上控球的 应该是从纽约过来的 托尼·达格拉斯 林树豪跟哈登 他有共同休息的一段时间 也就是开拓者 对这个也比较年轻 这个属于替补上 没什么特别出色的人 让我们拿到三分 这人真不敢这么玩 把俩王牌都扔这个板凳着 本来的第一节是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